那么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呢 一是要强化党舰引领 二是释放责任 二是要分类管理 对发现的阳性病例的小区 要立即实施中医生管理 感染者要立即转运到定点医疗机构 集中救治 密集接触者和次密 以及阳性病例所在的单元 所有人员要采取集中隔离措施 并做好环境的消毒品 三是对于封闭小区所有祝福 要切实做到 做不祝福 居家考虑 做好生活 服务保障 落实好健康监测 核酸检测和医疗服务保障 严格做好生活垃圾的挥收和转运 四是对疫情发生的地 非封闭小区 要加强对外人员的管控 落实好测温 验码 戴口罩等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那么这是在整个疫情防控的处置过程中 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作为疫情防控的潜引阵地 规范预建分枕 加强对高风险岗位 中高风险地区旅居时的排查 对行程码和健康码同查 开展智能测温 严格规范操作流程 通过延长采样时间 增设临时采样点的形式 方便居民高效检测 最大限度的发挥核酸检测 作为疫情防控监测网的作用 那么渐渐以往防控工作的经验 社区防控啊 所以社区防控注意 可以发挥基层组织的 集中高效的优势 确保责任网 组织网 宣传网 信息网和服务网 网网相通 这所谓无网相通 各种资源 整合机制 责任机制 效能机制 快速反应机制 有效运行 是我们的行业 在这个社区的行业 社区的家庭 是于每一个人 做的广泛动员 确实把我们的社区工作 做好 做息 做实 达到走到疫情传播 确实守住疫情防控的底线的作用 谢谢 好 谢谢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最后再提两个问题 请继续提问 好 我先请 左车区第四排 第三位男记者 谢谢主持人 南光都市报记者 最近就是多个地方出现了这个确诊病例 然后有一些省份是之前比较长时间 没有新增病例的 那请问 货局长 是不是这些地方有一些 出现这种防控意识的松懈 然后 怎么来加强这个疫情的防控 谢谢 好 请贺局长回答这个问题 谢谢你的提问 正如你所说的 这个 我们从 最近几期疫情 具体新型来看 由于一些地方 较长时间没有发生疫情 一些部分 干部群众 确实存在着 思想松懈 麻痹的情况 把常态化呢 当成了正常化 把低风险呢 当成了零风险 零风险 防控工作 有所松懈 存在着一些 短板和漏洞 比如说 因为这些都发生在 发生 发生在 没有发生 疫情的地方 这些地方好像 好像疫情 都跟别人有关 跟我没管 走着等着 等着到疫情来了 这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 我简单举这三个 一方面 表现在 地方准备不充分 指挥体系 都在一级状态 常态化 和一级机制 转化慢 第二个呢 是常态化 防控的各项措施 责任 不落实 因为没有这个 总觉得疫情 离物很远 第三个呢 就是重点场所 从业人员 没有实施 封闭管理 因为都常态化了 正常了嘛 这个没有事了嘛 所以还有呢 科技手段 应用 不是太充分 我想这些情况 我们从 这个前面几期疫情 我们看到 这些都是 存在这样的问题 来导致的 那么 面对这种情况呢 各地 特别是 没有发生 疫情的地方 一定要认识到 当前防控工作的 严重 复杂的情况 进一步提高 防控意识 加强 统筹协调 坚持 问题倒下 做好应急 处置准备 加强 社区防控 迟迷 执牢 疫情 防控的网 这里呢 我重点 提着 某个方面的 这个要求 一是要充分发挥 党家引领作用 一二十 还要强调 一二十 首帝 部门 单位 和个人的释放责任 各级政府 及时启动 应急想应机制 坚持 日报告 零报告制度 责任落实到人 工作 落实到位 二十 加强 疫情的 监测报告 在四早 措施 各地 要树立 严格的 依法 依规 报告 严格 实行 逢阳 必报 发现病例 必须在 两个小时内 报告 确保 发现疫情 及时处置 就是逢阳 必报 第三 要加强 风险人群 区域协查 按照 按时 现实的要求 以最快的树定 完成追踪 协查工作 做好相关人员的 核酸检测 和健康监测 及时发现 并隔离 新的感染者 第四 是街道 社区 小区 要加强 外来人员的管控 落实好测温 念码 戴口罩 等常态化 以及防控措施 那么 根据当地的安排 还要做好 对这小区 社区要做好 疫苗接种工作 核酸检测工作的 动员和组织工作 动员和组织工作 第五是要各地 要严格在机场 港口 集中隔离 场所等 在这些场所 对于从事 高副线作业人员 实施封闭管理 落实集中宿舍 点对点转运 固定岗位等要求 提高上岗培训的质量 高标准实施 和遵守 个人防护的要求 加密核酸检测的品质 把常态化防控的 各项应急处置措施 准备好 落实好 谢谢 好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来请 游车区第3排第2位 你记者 谢谢主持人 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 近期全国多地 开展了12到17岁人群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主要涉及 初高中阶段的学生 那么请问教育部门和学校 如何履行相关职责 配合卫生健康疾控部门 做好12到17岁学生 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 谢谢 好的 我们请刘备军先生来回答 最后这个问题 好 感谢中国青年报记者 关心师生疫苗的接种工作 当前形势下 青少年学生完全有效的 接种疫苗十分必要 既是构建校园管控网络的需要 也是助老社会免疫平常的需要 更是青少年健康充养的需要 近期 教育部连续印发两个通知 系统部署 学校的疫情防控工作 其中 把符合条件 学生的疫苗接种工作 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指导了各地教育部门 按照指示者做好相关工作 第一是加强收支指导 按照国家的规定 学生疫苗接种工作 是纳入国家的同一部署 纳入署地的通知官 也纳入了 接约与系统疫情防控的提醒 各地教育部门 目前正在指导学校 配合 无意见疾控 以及相关的医疗专业机构 这个 符合条件 学生的疫苗接种工作 第二呢 是加强宣传引导 特别是各地教育部门 正在指导学校 按要求 向家长沟通告知 教育引导 争取让家长 以及监护人和学生 了解 理解和配合 疫苗接种工作 第三呢 是确保接种安全 各地教育部门 可以说 在把握疫苗接种政策上 还是很精准 他们 强调 就是在家长和监护人 以及学生的 知情 自愿 同意的原则上 配合专专业医疗机构 分步骤 有序安全 稳妥的 做好这个12岁到17岁 学生的疫苗接种工作 可以说 这个 校园 试生 符合条件人员的 接疫苗接种工作 目前进展顺利 效果明显 近期 疫情形式的 这个传播规律 以及各地防控的经验 也表明 疫苗接种 十分必要 但是我们也强调 这个 接种过 疫苗的失神 也不可懈怠 要像没有接种一样 高度重视 全面加强 个人防控 防控千万条 距离低调 疫苗可以让我们 形同免疫平常 与病院隔离 但是个人防控 仍然十分重要 不管学生 在家 在校 在徒 都要加强 个人防控 按照要求 戴口罩 勤洗手 多通风 少聚集 不扎兜 确实 把这个 个人安全 保护好 也是为 校园健康 家庭健康 社会健康 尽心 尽力 尽着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以上 几位嘉宾 今天的发布会 几位嘉宾 结合 我们的职责 为我们介绍了很多 近期 疫情防控的 相关工作 也很多 与我们 每个人的 息息相关 也再次的 向他们表示感谢 刚才在最后 一个提问的时候 我也注意到 仍然有很多记者朋友 仍然在举手提问 那么后续呢 我们还将继续举办 新闻发布会 来回应各位的关切 也再次感谢大家 今天的发布会 到此结束 听众朋友 您刚才听到的是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 教育部 工信部 文化旅游部 卫生健康委 海关总署 相关私局负责同志 介绍进一步加强 疫情防控的有关情况 并回答记者提问 中国人生正在直播 稍后请继续收听 新闻进行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 此时此刻 我是此刻主播庞盈 此时此刻 奥运快报 奥运会跳水女子 十米跳台决赛 已经结束 中国两位 零零后小将 包揽金银牌 全红蝉 夺得金牌 陈玉希 获得银牌 这也是本届奥运会 中国代表团 获得的第33块金牌 其中全红蝉的 第二跳和第四跳 所有裁判 都给了十分的满分 北京时间8月5号 15时30分 2020东京奥运会 田径项目展开 男子20公里 竞走决赛 中国选手 王凯华 蔡泽林 张骏出战 陈定王震 分别在2012年 伦敦奥运会 和2016年 李约奥运会 问顶该项目的冠军 我们再来了解 其他方面 根据国家 和江苏省 关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 精准防控工作的要求 经疫情防控专家 所评估 从今天起 南京市部分区域 疫情风险等级 进行了调整 丽水区 石秋街道 九塘行政村 毛家围自然村 秦淮区 瑞金路街道 标营4号 26栋 27栋 28栋 29栋 30栋 由中风险地区 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其他地区 风险等级不变 南京市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 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索 在发布会上通报 截至昨天24时 南京全市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227例 4号晚 经专家评估 有6名确诊患者 达到出院的标准 今天0点到14点 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4例 均在江宁区 没有新增的无症状感染者 福州市气象台 今天13时03分 变更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过去两个小时 福州市苍山城门镇 已经出现75.5毫米的墙降水 未来三小时 福州市区和高新区的部分乡镇 降雨量降用40到50毫米 局部超过50毫米的墙降水 截至目前 福州市各县市 均已发布暴雨预警信号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8月5号13时04分 在新疆科斯勒苏州 乌西亚县 卫围40.03度 东京75.49度 发生3.0级地震 震源深度23千米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 傅盛灿 吴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韩美国防部 正在对下半年联合军演的 时间规模和形势等继绩 进行协调沟通 但鉴于新冠疫情等情况 演习规模后将缩小 总统文在寅此前指示 综合考虑疫情形势等各种因素 与美方就连眼 慎重进行协调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 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 新闻进行时 中国之声 新闻进行时 我是一鹏 我是子军 接下来 新闻进行时 想关注 决胜东京 东京奥运会 开幕后的 第13个比赛日 中国之声 直击赛场 精彩看点 决胜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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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东京奥运会 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 奥运赛场的最新情况 马上来连线总台阳广记者李星健 李星健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今天奥运赛场的精彩看点 好的一方 在今天的东京奥运会 跳水女子 十米跳台的决赛当中 中国的小将 也是本届 中国代表团 年龄最小的选手 陈红禅 他只有14岁 但是他拿到了 金牌 其中的三跳 是得到了满分 这也是中国代表团 获得第33枚金牌 队友陈于西 是获得银牌 我们看到他 从第二跳开始 这一跳 陈于西先跳 当时出现一些失误 得到76点8分 但是这个乔红禅 他在完成这个 向内关当三周半 暴戒动作当中 非常的完美 七名裁判 全部给出了10分 而且在之后 第四跳 第五跳 又是两个七名裁判 全部给出10分的满分 这在我们之前的比赛当中 是非常少看到的 所以我们看到 他最终的 领先第三名的优势 达到了将近100分 也就是说 即便再让 另外的第三名动员 再跳一跳 可能都追不上乔红禅 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另外就是我们正在关注的 进走比赛 现在在男子 进走20公里的比赛当中 中国选手王凯华 目前是领先于打击团 他呢也是我们 全国记录保持者 之前他在亚加达奥运会上 也是获得了20名 20公里进走的 比赛的冠军 实现了中国选手的四连冠 之后呢 我们也会在 稍后的节目当中 继续为大家关注 20公里进走的 比赛的事况 好的 第十代潮头 发时代信声 中国之声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进行时 今天节目开启视频直播 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并搜索并关注 中国之声账号 来央视频看广播节目 并和我们互动 今天中之声 央视频直播间观看人次 突破了600万 我们从直播间互动 网友中抽出了5位 他们分别是 紫星 宇腾 金昭 LIZH 还有最初可在 近期会有工作人员 联络你们 并送出精美的奖品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今天下午 山东省政府新闻办 举行新闻发布会 邀请山东省 卫生健康委负责同志 介绍山东省 疫情防控的相关情况 我们下面来连线 总排驻山东记者 刘允超了解一下 刘允超 山东的发布会 主要介绍了 哪些最新的情况呢 嗯 好的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党组副书记 省疾控中心党委书记 马力兴介绍 截止8月4号 山东省共有确诊病例17例 其中本土病例11例 全部都在烟台市 境外输入病例6例 都在静点医院 接受隔离治疗 其中重症1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唯一的这例重症患者 仅仅接种了一剂次的新冠疫苗 没有完成全程的接种 而完成了疫苗全程接种的 其他病例呢 临床的症状都比较轻 在烟台疫情发生之后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 连夜派出流调专家 赶赴烟台现场指导 随后又派出多批次流调 实验室检测和医疗专家 指导协助烟台市 做好摸牌检测 流调素缘和医疗救治工作 山东省疾控中心在第一时间 完成了烟台市的前两例 确诊病例的全基因组测序 经过比对 第一例确诊病例 与南京路口机场的 德尔塔毒株 99.99%同源 第二例与第一例 确诊病例的毒株 100%同源 在烟台市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之后 就近组织安排了 青岛自摩东营围方等地 支持烟台开展全员核酸 那么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1点30分 烟台市支府区 福山区 来山区 开发区和高新区五个区 完成了核酸太阳 217.1万人 基本实现了英台定台 比出检测结果的 有121.2万人 占比55.8% 已经出来的检测结果呢 全部都是阴性服务者 嗯 我的理由超 望手艺势三香 说得好 做得好 脖子酸 手臂麻 脑袋晕 肩背痛 可能是 颈椎病 颈椎病 得吃药 颈腹胖 纯中药 专注治 颈椎病 治疗颈椎病 颈腹康克力 颈腹康药液 请按药品说明书 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大家好 我是刘涛 精水器 我选易开德 绿心无需每年更换 欧盟CE品质认证 中国心 更动中国水 易开德精水器 易开德 容易的易 天龙京东及全国各专卖店 均有售 国家母婴研究中心成果 三元爱里忧 婴幼儿配方奶粉 创新添加三重乳蛋白 助力宝宝更优成长 首都品质 让中国妈妈更放心 爱里忧 有些事 对我们来说很简单 可对爸妈却很麻烦 有一次 看到老爸带着老花镜 一粒一粒的 数六味地黄丸 没数青还撒一地 心里真不适乱 让老爸的六味地黄丸 升个急吧 惠人排六味地黄丸 不含糖 把力孝心装 彼此一代 不用数 方便 省心 把六味地黄丸 抛起来 把咱的孝心 包起来 六味有价 孝心无价 惠人排六味地黄丸 咨询电话 400737366 400737366 请问有名军事 会在六市城下 我们喝什么 你好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请问你有什么线索 我们在新闻的两端 你是建立者 或是记录者 你是发现者 或是调查者 你是倾听者 或是传播者 连同新闻两端 传递声音感动 提供新闻线索 欢迎您随时拨打 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008000088 或关注中国之声 微信公布号 点击屏幕下方 新闻线索 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新闻线索 健康中国光芒染动 又到了中国题材时间 欢迎您的关注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昨晚各玩法的开讲结果 第210897超级大扩扣 01172428351012 第212067排列3 469 第212067排列5 46959 下面进入今天的中国题材时间 通过问行购财者的爱心奉献 仅至目前 中国体育彩票 已累积筹集工艺金 超过5900亿元 为中国体育事业 和社会工艺事业的发展 做出的重要贡献 2018年到2020年 国家体育总局 本集使用彩票工艺金 超过78亿元 主要用于开展群众体育 和竞技体育工作 其中群众体育使用 题材工艺金 约48.82亿元 占比63% 竞技体育使用 题材工艺金 约29.2亿元 占比37% 从城市到乡村 从群众身边的健身步道 到奥运健儿的竞技赛场 从助力冰雪运动 到支持同奥会承办 中国体育彩票 秉持来之渔民 支持渔民的发行中指 通过题材工艺金 为体育前部建设 持续贡献力量 2020年东京奥运会 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 是题材工艺金 在竞技体育方面 支持的重点 在2018年和2019年 题材工艺金 分别安排了 超3.6亿元 和超5.1亿元 用于国家队 转选基地改善 加大了对 立方夏季奥运会 和冬季奥运会 重点项目的支持 着力提升和改善了 科学训练体验 北京携手张家康 审认2022年 冬奥会时 提出了带动3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 这一目标 题材工艺金 为奋力实现 这一战略目标 近年来大力支持 冰雪运动发展 2018年 题材工艺金 安排2120万元 用于举办 全国青少年 未来之星 冬季阳光体育大会 2019年 题材工艺金 安排600万元 用于举办 全国大众体育大赛的工作 支持各地开展 冬季冰雪运动 吉林省索院市 冰相运动中心 吉林北山 四季越野滑雪场 和黑龙江 亚伯利体育训练基地等 冰雪运动场馆 设施建设的背后 都有题材工艺金的身影 由题材工艺金 支持举办的 全国大众冰雪技系列活动 辽宁省百万市民 上冰雪系列活动 和北京市民 快乐冰雪技系列活动等 逐渐成为 普及冰雪运动的 品牌活动 2020年 在竞技体育建设方面 8.42亿元题材工艺金 被用于 奥运争光计划 钢要保障项目 运动队文化教育 与科研 和重大奥运场地 设施建设等方面 一份份题材工艺金 让运动健儿在赛场上拼搏时 也有了更大的动力 加大青少年冰雪运动 人才培养 推进冰雪运动绩效员 也是题材工艺金的 主要支持内容 2019年 共有2000万元 题材工艺金 用于开展 冰球听训 后备人才培养 在题材工艺金的助力下 带动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 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最后告诉大家 今天的题材文法 韩列三 韩列五 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如果你还想咨询 管题材料的相关问题 请拨打中国体育彩票 客户热线 9506 最后开号票 客战马 用的量 送来 中国连速35周年 连接美好生活 引领管道建材行业 有志工创新 为健康美好空间永续 整个连速 引领管 中国延管家具 十分基地 高度延盘 精选英国 关爱健康 快乐生活 成德腰痛宁研发中心 资讯热线 4006164488 几年记好了 4006164488 景福康集团 成德腰痛宁研发中心 北京时间16点30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 新来一团高峰 中国之声 此时此刻 我是此刻主播庞颖 此时此刻 奥运快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 奥运会奖牌榜 截至目前 中国体育代表团 一共获得 33斤 24银 16桶 位列奖牌榜 第一 美国 以27斤 34银 24桶 位列第二 日本以21斤7银13桶 位居奖牌榜第三 今天东京奥运会场地自行车 女子凯琳赛 中国选手中天使参赛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中天使在第三组出战 最终是以小组第三的成绩 成功晋级半决赛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教育部表示 今年秋季学期工作 坚持服从大局 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 以及巡视员刘培骏 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秋季开学的安排 坚持属地管理原则 因地制宜保证开学有序进行 具体开学时间安排方式选择 以及疫情防控措施和教育教学的安排 各地要一省一案 因地制宜一笑一测 确保适应不同的情况实施求是做好开学的安排 如果到了开学的时候 仍然还有中高风险地区 那么开学的安排按照以前的经验和惯例 中高风险地区学校暂缓开学 中高风险地区学生暂缓返校 以确保教学的开展是有序健康和安全的 三亚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今天发布通知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 即日起 经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出港 前往北京的所有旅客 需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将在安检时或在登机口进行核验 请旅客提前做好安排 以免耽误行政 辽宁大连市民政局8月5号发布 关于既不强化民政领域疫情防控相关措施的通知 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严格执行养老服务机构暂停探视 便宜馆暂停祭奠等聚集活动 婚姻登记实施预约服务 关闭亦发生公共聚集的社区活动场所 浴池 麻将馆等疫情防控措施 墨西哥外交部4号发布公告说 墨政府当天在美国一家联邦法院 起诉美国史密斯维森公司等多家武器制造商 要求其赔偿因武器贩售疏护行为对墨方造成的损失 公告说 这些武器制造商所受武器 被发现用于墨西哥境内大规模袭击和暴力事件当中 数十年来 上述企业在知晓相关情况下 仍继续向国众出售大量武器 为对武器购买者身份等开展必要的审查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新闻漫高峰 新闻新鲜首 各位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 新闻漫高峰 我是黎明 大家好 我是尹静 感谢您守候在店铺旁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此时此刻呢 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网络端的两个直播间 一个是云厅的音频直播间 还有一个是央视频的视频直播间 那今天来的朋友 我只能说又来着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又有惊喜 为什么总是我俩给大家发惊喜 我觉得咱们的明镜组合可以改个名字叫圣诞宝娘 对 给大家送出礼品的组合 对 今天呢 因为我们的央视频的直播间的观看人次 已经突破了六百万 我记得上次给大家 还是三百万 我觉得好像还是在一个 两三个星期之前吧 我长的时间之前的 很快 对 所以感谢大家的支持 是的 大家还是很支持我们的 所以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直播间的支持 和对于我们反高峰节目的支持 那我们也将从今天啊 高峰直播间互动的观看当中 今天是过了六百万 所以我们要抽出六位幸运的 六六大顺 送出我们的小礼品 所以小礼品是什么 上次那个那套书 就是特别是 我以为你会说卖个关子 你看 我们一定太实诚了 我说的这个 这套书是三套 三个零海三套乱先 那不就倒是点神秘感 行 那咱们待会儿再接行 今天呢 一开场还是要来给大家说一说奥运啦 今天冬天奥运会是进入到了第十三个比赛日 继续聊比赛 继续聊比赛化奥运 首先我们来更新一下这个 此刻的奥运奖排榜呢 刚刚这个此刻主播康宁也是介绍了 目前在这个奖排榜当中呢 我们是掌握了三十三位金牌 总奖排数是七十三位 位列第一 美国人等的分列二三位 对 另外跟大家补充一下 是二十四位银牌 十六位铜牌 目前呢 是暂列奖排榜的第一位 那今天呢 是东京奥运会的第十三个比赛日 刚才也说到了 一共会产生二十六位金牌 中国奥运竞儿也会继续在赛场上奋力的拼搏着 大家呢 也是且看且珍惜啊 昨天已经说到了我们的奥运时间开始倒数了 是 昨天我还考了已经啊 对 八月八号就闭幕了 没让你失望啊 十以内的我还是可以的 主要是记住了这个闭幕的日期啊 对 因为距离本次这个东京奥运会闭幕呢 现在只有三天了 八月八号就闭幕了 所以大家也是一起吧 再珍惜这最后几天聊奥运 关比赛的这个好日子 对 美妙的时刻啊 此刻呢 正在我们节目当中 正在进行的这个时段啊 正在进行的比赛呢 是男子二十公里进走的决赛 中国选手王凯华 蔡泽连和张俊呢 正在紧张的比赛当中 我们也将为您实时地关注比赛的进展 是的 那除了这个正在进行的比赛呢 我们再给大家盘点一下今天结束的一些比赛吧 今天看的也是很兴奋啊 是 首先先说这个上午结束的田径男子三级跳远 决赛当中 中国选手朱亚明跳出了十几点五七米的好成绩 获得了银牌 没错 另一位中国选手方耀庆是跳出了十几点零一米 获得了第八名 恭喜 恭喜啊 再来关注一下跳水梦之队啊 今天再出征 在跳水女子十米台的决赛当中呢 我们十四岁的小将啊 全红蝉还有陈玉琪两人双保险加持 最终是包揽了金银牌 其中呢这个十四岁的小将全红蝉以466.20分的巨大领界优势夺冠 哎 说到这儿了 呃就是有好多网友说 不知道其他的这个选手在看全红蝉跳出两组满分的时候 满分是三次吧 三次跳出了满分 所以在第二跳和第四跳是全红蝉的满分 但是在我们心目当中他跳的是完美的 是 然后网友说 是不是其他选手会表示 要不我和水花一起走 哦 我今天还看着一个说法 一个梗啊 说 啊 这个全红蝉可能在东京修炼了一种枕树 叫做水花消失树 哎 对 说起这个来了赛后呢 我们的特派记者张文也问到他了 再给大家卖个关子 那一会儿呢可以看看 学红蝉是怎么说的啊 好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速度啊 在今天上午的东京奥运会田径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 预赛当中呢 中国队派出了汤星强 谢振业 苏平天和吴志强的组合 这场比赛呢 因为有苏神的参加呢 被盟友称之为是飞人大战的PLASM 哎 加强的 哎 四位飞人 对 最终呢 这组强强联手的选手们也是不服中了 以37秒92的合成绩达到了小组第一晋级决赛 是的 那这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预赛的情况 对 我们女将同样出色 同样真的高兴的是在今天的 东京奥运会田径女子的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预赛当中呢 中国队也是以小组第三米的成绩成功进去的决赛 对 那今天呢 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聊奥运看比赛 听到今天的比赛 我们说了这么多 大家看了那一场 它印象比较深刻 对 您对哪一位我们的奥运竞儿印象深刻 或者说对哪一场比赛印象深刻 也欢迎来到我们云厅的直播间 以及央视频的直播间 跟我们聊聊天 不要忘记了 我们留言是有奖的 海国提供主说 全场的比赛看了有水花吗 有人看到了水花吗 没有 水花对什么 什么下角子的水花都比这个大呢 平静的水变 忙得更好 那希望我特别好了 是 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 因为我们央视频的直播间 刚刚突破了这个观看人词流淡 所以说为了感谢大家呢 我们会在今天的晚高峰的直播功能当中 进行互动 抽出六位幸运的网友 送出我们的小礼品啊 刚刚呢是透露了其中三个礼品呢 是我们之前也送出过的 中国之声的系列从属 霸应声音记录中国的 另外三个呢 也希望大家有个悬念 猜一猜 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马上跟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奥运时间 好嘞 我看见到我 很轻松的 行为 你会不会有什么变得 你会不会有什么变得 我看见到 我看见到 你会不会有什么变得 我看见到 你会不会有什么变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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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也是可遇到这个呢 放在了更北一点的 对啊 北海道 是 我昨天的节目当中也说到 东京的温度达到34度 34度 没错 所以今天在加火呢 但是今天加火呢 这个气温呢 实际上还是很高 我们看到时间的天气预报当中 也提到今天的气温大概在32度左右 但现在已经是等地时间的下午 5点40分左右了 这个时间逐渐的降了下来 我们看到今天 其实犹豫的温度也非常高 对于我们的考验非常大 应该这种比赛有 还有一个效率 当然相调的点就是 说跟我们的很多技能比赛 有些许的差别 就是一般来说都是两公里一圈 在今天是一公里一圈 就是一公里一圈的 一方面来说 对反守的他们可能 或或对 你的消息是站在原地的 他们一层过来一步 都可以对你有接战书上 一种的指导 每方面每公里 都可以有一种的补水 有这些糟糕的机会 但是他的缺点呢 在刚才来说 对全球选手创造好成绩来说 一个不利的因素呢 就是这样的话 关道非常多 每个集团也就会有关道 选手对 紧斗比赛对于 这个膝盖和放弯节 他们在转弯的时候 肯定会影响更大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意大利选手已经是 领先其他选手 和现在日本 两名日本选手 和意大利选手 统成了第一集团 目前斯坦诺排名第一 中国日本选手 这个山西利和是排名第二 其实在比赛最最开始的时候 一共六十名选手 只有两名选手 是被单独介绍的 就是方开华和山西利和 他们在今年世界 成绩在后的两名选手 但是今年 我们和意大利选手 我们都要出色 也是国安局上 现在已经是排到了第一 是的 我们随时在关注了一个比赛 目前还是 制定意大利选手斯塔诺 是台在了第一 是 目前呢 可能刚才行建也介绍了 走了大概十七公里多 应该还剩下 将近三公里的样子 可能马上也会出一个比赛成绩 到时候也会跟大家汇报一下 是 那今天除了这个比赛之外呢 行建也在关注 就是上午进行的这个 男女四乘一百米的接力 刚刚我们也说了是 中国男队和女队 都是双双晋级了决赛 中国速度闪耀了东京 对 刚才有一位央视频的网友说 我们俩的衣服 还挺像今天的接力跑道 都是条纹状的 穿的也算抢气了 是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 这个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吧 行建应该有关注到吧 嗯 没错 今天中央的大会是会上的出色 他们是第二个出战 但是他们跑出的成绩是 在7秒92全米的不积极 但美国队和我们是一个公司 他还出现了15 将决换了15 我们的决定性感觉 他们还是排名级6 被托载了 应该说中国队今天 在两个小数当中 和下来的排名 在第一个小数当中 杨梅加是排名级47秒82 杨梅经过队是38秒02 也就是说中国队 前进和杨梅加队 在雨泰当中 最后的队伍当中排名级2 它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不过呢 其实在那里 我们也听到 决定前和决定夜 在这种采访的时候 表现他们对自己的成绩 还不那么满意 尽管我们看起来 他们的交接棒 已经非常地盛长 他们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加速 觉得还受进步的空间 因为其实中国队之前的成绩 最好成绩是在 决定前一年 当时逃出了在7秒79 在李约的雨泰呢 当时是逃出了在1秒82 在这次在10秒92 成绩确实还没有进步空间 当然我们的队众 也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调整 前面呢 对中国队队 但是现在我们的四方的程序 发生了很高 现在第一档是唐军桥 第二档切建业 然后是傅军桥 现在换出了五指桥 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 五指桥以前一直在第一档 现在马上放到第四方 也是因为它近期间实力的一个突飞蒙点 它在这次白米的雨带当中 也是简介进不到半天带 当时它跑出了10秒以下的程序 这样的话让我们整体的这个实力 因为傅军桥桥的实力 我们就不在队众了 其实不是两个场地上 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进步 确实能让我们不得有一个更大的飞跃 那因为两场决赛都是在明晚进行 对于这个明晚的决赛 给我们做一个前瞻 嗯 但是还是先来说 我们这个南队啊 南队的比赛 确实现在 我们现在 因为总盛离开的第二 当然呢 更大的一个原因是 美国队出下了十五 不在决赛当中 所以我们现在 有的奖牌的希望是 逐渐的多了起来 高了起来 那我们 其实在决赛当中 我们想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提到 常心常在 我们这好的 这个房子呢 他其实不能为对手 算一下太多 这样的话 我们还有机会在 后来的比赛当中 通过接战业 他的这个 第二种迟到的 嗯 表现还有 吴冰烟 吴冰烟的这个 弯道技术 实践满超 那这样的话 才能给伍制上 最后一棒 减少一定的压力 所以明天的交接棒 还有我们整体的发挥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表现 像今天这个比赛当中 我们就看到 像最后一棒的时候 嗯 第八道的 选手是加拿大的 德格拉赛 德格拉赛的新科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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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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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如果我们这样的话,从我们的一个大人都不去,我们再听一下。 网上都在说,你今天一共拿了二次十分,你自己注意到了吗? 没有。 感觉没有? 没看,穿下来,穿下来就没看。 还有好多网友问,这个水花消失术是如何练成的,怎么练的? 怎么练的?自己坚持去练的。 你身选过穿上的一个,跟你 einmal上的雅 deste花,专门店的练成或什么? 不要太熟了,你应该咬,你应该脚,然后就夹紧一点。 就是我们平时到底,要去听耕取玩最厉害的一年实,什么? 不,没有的。 听说你今天知道自己要上奥远会,都不像以前那样,爱笑的有死,就没有吧? 什么啊? 就开始紧张了 现在是不是能玩的? 知道自己要上午的大事干嘛 就不可改变像星际上去 就很害怕自己跳不好 不怕自己跳不好 现在网友都搭出来 平时最喜欢的这个人好吃打游戏是吗? 今天我们要玩喜欢用什么英雄词? 安琴拉 什么? 安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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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叫张伟 特别可爱 听了这段采访有点心疼张伟 哈哈哈哈 哈哈 多大 多大 哎呦 我之前也听过了一间关于全红蝉的采访 他呢 小时候小练跳水是因为可以不用学习 然后最大的梦想是开一个小外部 里头有很多辣条可以吃 就是 都是 对 对 我们在那里面说 你的性格干什么 然后我们就不认识 也是性格 哈哈 我觉得全红蝉也是一颗燃燃升级的段子手 对 有一个千里 有一个千里 对 神 我 我们 好 好 嗯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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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甚至也算是年纪最小的奥运冠军 我今天还敢说到底是差是最小的 还是不可以假是最小的 但是没肯定的是差的都是十字队 在十字队那个词词拿到了 我们会找冠军 所以当我们听到五词词这个名字的时候 你一定会知道五词词接下来 这在十字队拿到了 一面要的词词 它接过我们词词到的一个个人 但是实感是有什么都会 但我们会在家中 没有大人的痛苦 也就是往后提防 我们可以接下来 很期待着我们 对 期待着它这么淡定的一个比赛的工作 我觉得确实也让我们很惊喚 感觉这个感觉确实是会拥有无限的未来 好的 感谢张文 对 其实也只能说 中国跳水队爱出天才上流 是的 前面几季奥运回这个 我们也拿到了冠军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奥运时间和大家分享 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新闻新鲜树 一段小小彩票 一份小小类型 想需要的人提供帮助 为您的生活 增福天才 公益福财 盛情天下 中国福利财票 超辅热气 美丽神殿 不爱不 台湖热气 热水还花点 超辅大门言态 就有蒙娜丽莎 蒙娜丽莎刺专 七家前出潮湿 绿森林归早里 早见绿森林 健康生物 北京时间十七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此时此刻 我是此刻主播庞颖 此时此刻 奥运快报 东京奥运会 男子20公里竞走决赛 刚刚结束 中国三位选手 王凯华 财泽林 张俊 无远奖牌 王凯华获得第七名 张俊 第八 意大利选手 多冠 日本东京都政府 5号召开 新冠疫情监控会议 会议指出 目前 东京新冠感染人数激增 医疗供应体制 已经陷入窮境 日本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 学者 大区贵夫表示 如果疫情持续下去的话 到两周后的18号 预计 单日新增 确诊人数 将会增加到 10909人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有关情况 海关总署 卫生检疫司司长林伟 在发布会上强调 证点强化机组人员疫情防控 严格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部署 对国际航单客户机机组人员 严格实施口岸卫生检疫和采样检测 与地方联防联控机制 守地守实现紧密贤切的闭患管理 同时联合有关部门 压实压紧四方责任 切实防止疫情在口岸传托蔓延 林伟介绍 海关总署对海关一线人员 严格实施两点一线 一天一键 定期隆港一系列闭患管理 百分之百接种疫苗 切实防范感染的风险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 李昌国在今天举行的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说 截至8月4号 全国有20个省区市的 1152家A级旅游景区暂停开放 文化和旅游部还记住 网络预定和大数据平台 在旅游高峰期 对热电旅游景区发出预警提示 为各地开展游客流量控制提供参考 全国重点区域空气质量改善 监督帮扶持续展开 根据生态环境部的最新通报 6月生态环境部派出的监督帮扶工作组 现场检查企业1767家 发现768家企业存在1625个 涉气环境问题 同时生态环境部对沈阳 大唐陶瓷有限公司通过旁路 直接排放大气污染物等14家企业的问题 给予公开报告 印度卫生部号公布的最新数据 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31812114例 在过去24小时内 印度新增确诊病例42982例 新增死亡病例533例 累计死亡病例达426290例 好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新闻晚高峰 新闻新鲜说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各位好 我是黎明 大家好 我是影信 我们下期再见